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的余额达到了3123亿美元 这个数据是比上年末上升了44亿美元 其中6月份的外汇储备余额增加是106亿美元 在第二个季度就是连续三个月是回升的 总的来看上半年境内外汇市场供求保持了基本平衡 外汇储备余额的变动主要是受到了汇率折算 以及资产价格变动的影响